美鳳歐教育 繼續開會 我們下一位請邱競憲議員質詢 質詢時間20分鐘 謝謝趙極議員、郭建盟議員 還有現場我們財經部門的首長 還有柯市主管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視頻朋友 大家早安 我想去年議會做了很多的努力在維護我們高雄市民的安全 所以在經濟發展上面其實也好不容易通過了我們的既有工業管線知識條例 那剛剛進發局局長在做業務報告的時候其實也很大的比例在講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塊土地上不管做任何的發展 如果沒有安全一切都是玩難一切都是白坦 所以在這個部分其實在知識條例通過之後其實中央的態度一直不是很明確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議會還是一直要求說經巴局長就照著我們該走的路該去弄 為什麼呢?我們這座城市下面的確現在存在的管線的長度還是比台灣全場還要長 過年的時間我們也看到高雄發生地震 那很遺憾災害發生在台南 可是那時候發生地震的時候我第一個念頭是 阿慘了 阿這會發生在高雄 不是廚房他叫當時頭比較白去而已 是會比較說散破的 我們要去應付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而且非常嚴重的一個議題 那今天很慶幸是看到市府面對這個狀況 其實拿出一個願意去處理的一個態度 要把我們生活環境中的這一些運送著危險的物質的管線要逐漸的清出來 當然有開始就是一件好事情 那怎麼樣去做更好的處理 這部分其實還是要期待說經巴局局長這邊 搭配更多的政策工具讓他們做更有效率的去執行這件事情 那520新的政府即將要上台 其實從昨天的市政報告總質詢的質詢裡面 其實議會不管是哪個選區的議員 其實共同的一個期待是說 高雄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住這次的機會 在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 用台語說我們自己的人比較多的時候 到底高雄無的東西它可以給我們多少 因為他們也知道產業不只是需要一個土地的空間而已 其實還有人力的培植 還有其實很重要一個其實是能源 到底有沒有足夠的電力足夠的水 我們高雄也是一個用水風險非常高的地方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是差點沒有水可以喝 那如果講更多的再多的產業 其實我們現在的產業其實都是高耗水 需要非常的多的水資源的東西 像這些其實沒有一起搭配起來 其實都是很難做一些有效的規劃 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實是 高雄這10年好不簡單變成一個 適合人民居住的宜居城市 環境的loading是不是overloading 其實這也是我們要去評估跟考慮的 像這陣子我們今天也知道 像現在國際扣建展正在舉行 站面上看起來訂單很多 可是其實我們也知道業者也很辛苦 比如說扣建的產業的專區 目前的進行的進度規劃等等的 地方上的相關的疑慮 甚至在環境上的一些拉扯 其實這都是要去面對跟處理的 而且像剛剛金巴局長講的 人五星的產業園區 跟大家報告 其實在這裡也是要黏一下 其實是 這件事情是在民國第101年的時候 在督發局手上就已經在講這件事情了 如果那時候督發局有把這件事情完成 今年這個園區應該是開發完成的 可是這一件事情的進度是 去年的12月我們在委託服務的採購 要準備提這個案子 當然今天看到市府 金巴局在業務報告上面 把人五星的產業園區 在三年之後要把它完成深色 還是肯定啦 至少我們看到一個很明確 而且是我們有看到一個 合法產業園區成功開發的例子在前面 所以在上個會期 我在部門諮詢也好 總諮詢也好 也不斷的呼籲是說 市府各局處要拿 這些已經開發深色成功的經驗 去趕快進行這一些的事情 那 在財經部門其實 我們這幾年二回一直在討論說 我們高雄的財政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其實這幾年我們也知道 其實市府一直在做 努力做開源節流 這個節流下去 其實大家要叫 為什麼 不僅是行政部門 135只能開燈 然後246 那個溫度沒到幾度 不能開冷氣 都在節約這一些 非常之為末節的小東西 其實間接的都影響到一些 衛民服務的品質 那在議員的選區 在議員的選民服務裡面 其實也會面臨到一樣的壓力 就是在做一些平常性的維護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到 其實會有一些預算的不夠的問題 其實都在黏頭的 黏頭的 新的小條錢 新的老大其實也看 財政局 這麼後來 你怎麼會在變形 這直到 各個 你怎麼會尋找對賣座瀑庇 那在年 今天 這次 賣座瀑庇 我個人認為這幾年我們已經做得其實是要做得很棒了 腰帶已經熱緊了 你不給要做事情的人東西吃 他現在只剩一條命在那邊撐著而已 那怎麼樣去開源做更努力的更有效的去做處理 這邊其實真的是要拜託財政局 我相信我也信任說 在座的這些我們財政部門這些主管跟官員們 應該是在我們高雄市在這個財政法院裡面 最聰明最厲害的人了 如果大家都沒有報 那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剛才我們財政局有說的 我們業務部有看到我們高雄市的租金有三兆多 裡面有非公用有公用的 可是我個人是認為資產也有 好的資產跟不好的資產 好的資產擁有它 會替我們這一個公司也好或是政府好 帶來好的效益帶來收入 可是不好的資產其實是在吃我們的老本 那何謂哪些是不好的資產 這部分其實是要在這邊要建議財政局長 要把它挑出來 要把它找出來 有一些東西我們擁有了 可是我們也是要花更多的成本去擁有它 那個價值是不存在的 那為了高雄的市政發展好 其實這個資產對我們是不利的 不代表它對其他的產業或其他的擁有者是不好的 把這些不適合市政府所擁有的資產 把它清算出來 透過適當的方式 有價的對市府的財政有幫助的 對高雄市民的利益是好的 把它移轉到其他的空間去或其他的擁有者送上去 這才是對我們那個財政資產的處理 所以是比較好的方式 舉個例子 像去年其實在我的選區裡面 像陳青湖 是我們現在大高雄裡面 我覺得是都市之飛 非常大的面積有湖有山 那 那 今年活動中心 是我們的 市有市場 市有地 是我們的市有財產 據我的了解 今年年底 我們就不再跟他續約了 等於說 那一片土地 我們高雄市政府要自己拿回來管理 可是我並不認為 高雄市政府現在有辦法拿出什麼樣子的發言說 好 那以後那個空間我要做什麼 因為實在是不容易 那所以像 我剛剛提到的像陳青湖 例如舊國坦現在成租的青年活動中心那塊地 未來怎麼樣去做整體的規劃 那這麼好的一塊地的區位 它是我們高雄市民高雄市政府的資產 可是要讓它有效益帶進來我們的市庫 帶進來讓可以幫助高雄市民做更多市政發展上的需求 而不是現在像三個會期我有提到 現在市府擁有非常多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而且已經徵收好了 簡單說就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土地 肉地整塊放在那裡 不過上面都是什麼 吞東西 發燒 不就是野狗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這些地每年放在那邊 我們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維護它 甚至還要怕人家去偷盜東西 去偷挖土地 等等之類的這些問題 所以 我們一直在講開源節流 可是開源上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我們手頭上有很多 有用的資產 可是在處分的過程裡面 我們便沒有辦法做更有效的使用 所以這部分 其實我也是認為說 像我們一直在探討說我們的負債 債我也認為是有好債跟不好的債 好債就是 好的債務就是說 我們先借過來當作融資調度的工具 總有一天 這個自償率是好的 我們總會把這筆錢還回去 可是這件事情 目前看起來是有爭議的 包括剛剛我們 趙記仁在提的 我剛剛聽起來就是四個字 是會不會出現死亡交叉 就是我們的income 跟我們的付出 到底會不會到最後那個曲線 會不會交疊在一起 然後回不來了 那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期待是財政局 應該是 用更有效的數字 更有效的評估 去說服 議會這些其他的 不同的質疑的聲音 那也讓高雄市民相信說 可以做出來的服務 所以在這邊其實 真的是期待說 因為 在以前的長期的幾個 說很多檔 在我還在市府服務的時候 其實也都一直在探討 去做 有效的去把它評估 當然在整個評估上面 因為變因太多 大大小小的 變數又太大 那怎麼樣去弄出來的東西 是足以信賴 它的信賴度夠高的 這部分當然要去做努力 所以其實 面對未來的政局 在預算的邊緣上 其實會遇到 越來越大的挑戰 比如在前兩天的質詢裡面 其實我們也知道 像社會福利的支出 在這裡是要拜託我們主計處 因為我們知道 主計處其實在每個局處 都有我們的主計人員 這些經常性的支出 這些法律規定要去的支出 其實把它統計下來 其實我們可以去 用一些model去 預測出來 未來的五年十年 這一些預算會漲成什麼樣子 然後包括收入可以去預測出來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未來的五年 我們的這些 比如說 社福的財政缺口是多少錢 其實是可以預估的出來 因為每年都是 記者好像 是不是明天可以種大樂透 我們的大樂透就是 中央政府多給我們一筆錢 多給個十億二十億 或者是它的稅收增加了 在年度結算的時候 再多一筆進來 補充我們的市庫 是都很辛苦 所以其實 我相信 專業科學的統計 出來的一些數字 應該是可以作為 不管是市長 市府 甚至議會的問政 監督上面 一個客觀中立有效的數字 來去談這些問題 這樣說好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一直在說 我們高雄期比台的災情 會不會出現那個很嚴峻的狀況 其實如果真的是能夠發 我們市府的主計單位 能夠用一個非常 中立客觀的模式去把它計算出來說 證明說 我們的確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這個疑慮就會消失了 我們就可以花更多時間去處理其他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也知道主計處 其實平常是在尖對市場 都有很多的統計 的報告 不過要怎麼去 我覺得財政是一個非常 主要跟大的問題 像 我們昨天之前其實 大家也在講長照 一年就要多個八億 中央補助七億 中央補助七億多地方要付一億多到兩億 那是中央願意補助你的時候 萬一中央不補助你 一下子一年就多八億出來 我會理解 高雄市政府現在 你要叫他一檔 改變兩億的醫生出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個建設 你要改變兩千萬 三千萬五千萬 那是很困難的 那都要 刺客去做 所以 要怎麼去透過 更科學的 統計的方式 讓我們在市政發展的 未來的規劃上面 有一個依據 而不是隔空作樣 像剛剛 金媽舉起 其實 提到的很多的簡報的資料裡面 其實都是依據的 很多所謂的 20多少年到多少年 5年的計畫的評估 預估 10年的預估 那 因為就是要有先這些的評估 未來發展的可能 我們才有辦法 事先做這些產業的佈局 跟市政的規劃 所以在這邊其實是建議 像主機單位這邊 真的是 可以更積極 更主動的去做這方面的 因為其實像剛剛 召集人講的那些 其實還是要主機單位 跟財政單位 去做這樣的 的東西 因為在統計裡面 變異太多了 這個只有你們懂 我們錢到底發到哪邊去 有哪些錢會進來 所以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 用這個時間 也是拜託我們主機單位 來去 講這些東西 另外 剛才我們有說 我們高雄未來發展 在520之後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的期待 剛剛金發局長講的業務報告 其實跟大家說 其實他的內容 大概快一半的市政報告內容 因為都是很大 非常重要的 這些如果沒有改變沒有做 其實高雄未來要很大的改變 其實也很困難 所以其實很慶幸剛剛看到局長說 在一些產業的空間的處理上面 我們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這些想法 我也是從去年就一直講 今年我們要做好準備 機會才會是我們的 所以剛剛聽到局長提到一個東西 我想等一下請局長 簡單回覆一下 就是說 當然啦我還是很care 原本市府應該 今年要完成的 任務產業園區 現在報邊嘛 現在在進行這些 這些進度 到底 會不會又像上次一樣 上次 上次 上次發局在開說明的時候 工業會啦 很多青春大家也會去 大家也會滿心期待 然後今年就要完成的事情 結果還是 談話一現 就沒了 當然那時候是有一些環境的變化 比如說像 國道7號是不是開批 到現在目前為止 還是一個 停留在paperwork的階段 那未來的產業佈局上面 任務產業園區 的確是 在任務人大地區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這邊等一下就是請局長說 目前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進度到底到哪邊去 那其實在市長的市政報告 總質詢裡面 本來要提出質詢的是說 我們一直在談說 產業如果沒有空間 我們想要回來的產業 也是沒辦法回來啦 可是我們看到經濟部 在上個月提出來的 全國的產業空間的評估裡面 居然是跟我們市政府的期待 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部分其實 長毛其他議員有提出這順 我覺得這個部分 真的要很嚴肅 很嚴厲的去講這些東西 包括農地的使用 產業空間等等這些 其實我們每天都面臨到這些的 不管是陳情 或是業者的焦慮 這部分其實真的是要透過 新發局想出更有效的政策工具 來去把它解決 那剛剛局長也有提到了 人大工業區未來的何去何從 這個部分 也是要緊認真 來嚇到那些情侶 嚇到地方講 到底要走 還是轉型 這會都攸關很多 簽一把動全身 如果確定要他走 廠商投進去的經費 是maintain還是upgrade 這個完全是不一樣 如果他繼續留到那邊 那地方的民意又怎麼去面對 要走 廠商的去留 這些產業 畢竟後進五清 就已經關廠了 那人大工業區在旁邊 這麼大一塊 現在後進沒有在冒煙了 只剩人大 旁邊又是陳情府特定區 所以整個的生活的空間 怎麼樣去做重新的調配跟規劃 人大又是一個關鍵 壓力未來也會在那邊 因為大家都等著再看 後進五清處理完之後 人大工業區怎麼辦 所以今天也很慶幸說 聽到局長有提到這個部分 所以是不是等一下請我們金八局長先 針對我講的說 人五清的產業園區的進度 那未來他可能會進來的一些產業 會帶給我們怎樣的效益 然後第二個人大工業區 現在市府目前可能的想法 跟處理的方式 是這部分 是不是先請金八局長先簡單答覆 好 請金八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休議員 那我很快回覆 就是關於那個 人五產業園區的部分 我們 顧問公司有初步提了一個實程表 我想可能我們會再把它壓縮 因為它要三年完成 那我現在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我認為市長一定會最後給金發局一個要求 就是我最少一定要在兩年半以內 完成報便 當然這個挑戰是蠻大的 可是我們會往這方向來努力 我們大概就是做環境影響評估的工作 還有一些市場調查都讓它同步來進行 月底我們會完成一次排程 有機會再跟區議員做報告 那至於您提到的就是人大的部分 我想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產業空間的調整對高雄來講 其實同時是產業結構的調整 空間的調整要帶動結構的調整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個空間的調整有機會 打開就像 我們如果能夠把這個局面打開 我們比較有可能去討論下一個世代 新的產業佈局會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部分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我覺得也很有共識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有機會能夠往前走的 好 好 再一分鐘 謝謝局長 你先請坐 謝謝主席 我先最好幾分鐘的時間要說 面對520新的政局 每個地方政府 無非就是搶人搶錢 搶土地 就是大家 就是中央就是要給我東西 沒這回事 我們用選票支持你 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個很嚴重 要去處理問題 萬一這個政府 林全院長 我對他的認識 他在財經上非常專業 他認為要給的他會給 他認為不要給的 他一毛都不會給你 我相信財政局 不管是局長還是副局長 甚至我們的高穎的董事長 過去在中央服務過的 甚至都跟他共識過 或是跟他交手過的 做好準備 真的 我們已經確定院長是他了 那財經部會的首長 像國防會的主委 昨天也確定了 這一些已經確定 未來會在中央 決定這一些資源分配的人 我來這邊也是要提建議 是我們的財經部門的首長 跟幹部 要跟他們趕快做聯繫 趕快 下一位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邱金軒議員的質詢 我們下一位請 張豐騰、張議員質詢 質詢時間 20分鐘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各位財經部門的首長 還有各個 每個局處的科長們 我想今天財經小組 今年 我今天要質詢 其實是今年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工作 其實就是我們的產業轉型 其實去年 高雄烈油廠關廠之後 那其實包括過去 前年的氣爆 那其實高雄的產業 其實尤其是石化產業 它面臨一個 將來它何去何從 怎麼樣轉型的一個 一個必須要高雄市民 所有人 大家一起來思考 那 高雄烈油廠確定去年關廠了 就也關廠了 現在剛剛邱議員也在提到 人大工業區 我也非常關心這個人大工業區 因為它所有的原料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我們高雄烈油廠 那現在高雄烈油廠關廠之後 原料已經 沒辦法從這邊來 已經沒有地緣的優勢 那它到底何去何從 我想 這是必須我們好好的思考 那 當時 我們講 104年 這個高雄烈油廠關廠 然後講到107年 當時 江炳坤有提到 107年 人大工業區 應該要怎麼樣 怎麼樣 可是後來 我看 大概現在就是 有一個共識就是 107年 大概 人大工業區 要把它降編為 宜種工業區 這裡我要問一下 那個 那個 曾局長 那個降編為 宜種工業區 它代表什麼意義 它原來如果是 特種工業區的 一些產業 然後呢 它降編為宜種工業區 你可以叫它關廠嗎 還是 它是什麼樣的情況 然後呢 欸 是不是曾局長 你回答一下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那個 其實是 變更 它從特種工業區 要變成宜種工業區 所謂的宜種工業區 基本上就是過去特種工業區的一些業務 它不能夠再新增投資 好 那它就是等於是 既有的設備 繼續運用 但是它 既有的設備更新 會遇到障礙 這個是現實的狀況 好 謝謝請坐 我想 其實 這些石化廠 我們 老實講 既有的 你沒辦法叫它關廠 但是這些石化廠其實老實講 我們說石化廠其實它所生產的東西 這是我們每天日常生活所用的所有的各種的材料 什麼東西都是在這裡面 那這些廠商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到底 今天才看到 曾區長 對於這個將來的產業空間的佈局 還有很明顯的 我已經看到了 你 你想要的 包括說我們說 這個高質化材料的 這個產業的專區的這個概念出來 那之前很多 所有我們這些石化廠商 其實對未來是茫然的 他們不知道說 在高雄石化產業是不是要繼續下去 他到底要不要再投資做更新 然後這個更新是讓他未來更有競爭力 然後讓他污染降低 那但是他未來不知道啊 可能他投資下去 沒幾年就必須要全部收起來 那所以他們面臨這樣的困境 再來 因為這裡 降邊然後所有的更新 所有擴充都不行 所以 甚至因為也有地方民代的 這個強烈的壓力 那市府就是 你所有東西都不能動 那所有不能動 其實這些廠商對他們 這個賺錢賺最多的就是 那我不要動啊 我可以不要動啊 這個工廠的殘值 我還可以繼續用 讓他繼續污染啊 然後用到這個工廠的這個壽命結束 然後呢其實污染沒有降低 然後呢也不會有競爭力 這個廠商這些石化業就是等死 我想其實這樣的東西 其實對我們高雄的產業 如果沒有好好去規劃他的產業的轉型 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那 其實我們這裡齁 其實過去很多的污染啦 那這污染非常嚴重 人大工業區旁邊是什麼地方 人武 大社 男子還有我們左營 那 我們 男子的武昌里 就在 就在 人大工業區 是有一牆之隔 我們那裡 武昌里有一個空污巡守隊 那空污巡守隊喔 尤其是在這個風向是朝他們那邊喔 每天晚上都有排排班去去去去巡守 他們隊員的鼻子齁比那個我們那個環保局的空污的監測器還要還要準確 他們聞聞到什麼樣味道就知道是哪一家廠商 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長期齁都受到這樣的一個污染的這個這個影響到 那這些東西齁其實是很多很多的這個空氣污染喔 他其實是致癌的 那 因為我們地方長期的要求 才從2013年開始工業區 人大工業區 工業局就委託 委託成大的這個環境微量毒物的研究中心李俊章老師 他帶了一個團隊 做了一个计划 叫做人大工业区临近区域居民的健康风险评估计划 那他在三月初 在我们这个临近的四个区 左营男子人武大社都有举行他的说明会 就是最后的结果的说明会 我很惊讶啊 市政府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参加 我真的非常的惊讶 市政府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参加 环保局也没有参加 金发局也没有参加 那所有单位都没有参加 那其实 就是这一个风险评估计划 里面的结果 人大工业区空污市区致癌风险高 我这里给 给政区长的几个数据 他这里面因为他里面排出的空气污染 可能有一些的外泄的一些物质 那这些东西所能够致癌 通常我们在讲 致癌风险如果在百万分之一 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以这个人大工区周围 十乘十公里 十公里乘十公里这个区域 他整个的致癌风险 是百万分之一的二十五点四倍 那我们看看 最高的是人物四十五点五倍 然后呢再来是大社 十八点八倍 这都是邱邱邑人的选区 我们男子 十七点四倍 左营稍微远一点 但是也是六点八三倍 但是左营的人口是非常的多 包括 左营 男子 人物 其实现在的人口一直在增加的 所以 其实 对这个民众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然后再看看 这个是针对 这一些一般的居民 可是针对孩童 还有针对一些很敏感的族群 包括老人 包括孕妇 包括这一些的 他的风险 以这个十公里乘十公里的这个区域 他的致癌风险是 百分之一的二百零八倍 最高的是人物的三百一十八倍 大色一百八十九倍 男子一百六十一倍 我们左营也有五十五倍 所以其实 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 对人民的健康风险 其实是很大的影响 那这里面也 也找出来了 哪一些致癌的风险 高的东西 是他造成了 这个高风险的这些物质 包括说 一三定二息 包括本 包括还养已晚 包括丙息情 这些东西 其实都 这一次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 是非常非常完整 我为什么说他非常完整 他很多东西是实测的 他不是用 用推估的 很多是实测的 然后 但是是以实测 当时的当时的这个操作的量 然后呢 去推估到他 我们给的操作许可的最大量 然后呢 去算这个 这个风险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但是 我很担心 这样的一个风险评估 最后还是放在书家上 我们做了一个风险评估 让所有人知道 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放在那里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可惜 那这里面 当然 我认为 这些东西都应该纳入未来 整个的风险管理的计划 那尤其是风险高的 我们应该要求他 要减量 然后呢 甚至 我们南部有很多公安卫的学界 要让他们参与啊 参与到这个地方 然后来去减少 以公安卫的这个观点 去减少 减少他里面的外 那个各种的 这个空气污染的外泄 各种东西 让他风险降低 但是 我其实 更期待的 是 这里 该要怎么样的转型 这里 我 我底下讲的 曾局长 你做 做一下 这个以后 未来可能可以的参考 其实 我们是不是可以 以这样的一个 风险评估为一个基础 这样的风险评估为一个基础 其实未来 我们这里的人大工业区 其实他在高雄烈油厂旁边 高雄烈油厂 看你里面也有讲到 这个 是不是将来是一个研发适量产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园区 那 其实人大工业区 有很多的都是 你讲的 高质化的 这个材料的 这个厂商在这里 也是我们所说的 绿色的材料厂商 举个例子 像中谦 中谦跟 这个 这个 Toyota合作 他从巴西进 这个生殖酒精 然后从生殖酒精去做乙烯 然后做这样是一个绿色的产品 那卖得非常非常好 他现在在找地方 可以是量产 如果说 我们未来有一个石化专区 他可以把量产的地方在那里 在这个地方 他是用一个很小的微量的 然后去做一些测试 然后做出来的成品 然后给 那个要的厂商 去谈 去看 其实在这里 其实会有一个 一个idea在这里 而且 现在将来量产 也不必要跟巴西 要甚至酒精 我们中刚 产生了很多二氧化碳 这二氧化碳可以 透过某一种 德国的一个 一个制程 它可以变成是 酒精 可以把整个二氧化碳 变成酒精 那是减少二氧化碳 那更是一个 将来面对气候变迁的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制程 那 其实这里就有一个idea 在那个地方 其实是离开市中心非常近的 那未来那里是不是有可能 将来是 这些厂商是在做一个 研发 适量产 然后微量的 它不是一个大量的 是微量的适量产 那 很多国外的厂商 它这里生产 可能生产很多的 机能性的材料 然后 很多的国外的 需要的 这个consumer的厂商 它在找这些东西 它可以来高雄 来跟这些厂商谈 谈 我可以马上 适量产去调整制程 适量产 做出一个成品 做出一个sample 给你看 它可以待在这里 说不定一个礼拜 或者是三五天 待在这一边 它带来的 观光 旅游 住宿 和各种的服务业 然后在这边等 然后呢 出来之后 大家谈妥的 好 这个 这个样品 是很棒的 这个将来这个成品 是很棒的 好 我跟你 跟你买了 跟你签约了 好 你就马上移到 这个量产区去做 其实 人大工业区 我认为 它其实是可以 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且 这样带来的 还有很多服务业 在高雄很大的问题 我们希望留下很多的 这个 这个 我们高雄的子弟在这边工作 可是 都是男生的工作 这些工业区都是男生的工作 没有女生的工作 那如果有这些服务业的 这些东西 其实有更多的女生的工作 你 老公在这边找到工作 老婆没有工作 他也不会留在这里的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真的是要好好思考 那 那我这里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 现在这个风险评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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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完整 我们以这个风险评估为一个基准 那这个基准就是说 我们 人大工业区 就是以这个基准 将来要以这个基准 用这个基准 来做风险管理 健康所有风险的管理 让它逐步的下降 然后 这样子才能够对附近的居民 能够交代啊 不然你设宜种供应器 它继续使用那个产值 它污染继续污染啊 可是 好 你需要 能够更新 你需要是能够 让你的生产力 让你的竞争力 可以增加 让你能够研发 这些更多的 有竞争力的 污染更 更少的 这个 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来审查 你如果可以让 你在这里所造成的风险 健康风险 可以大幅度的减低 好 我就让你留下来 用这样的做 这个研发适量产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透过这样的 除了让人大工业区 它慢慢的变成是一个很微量的 然后朝着这个所谓的绿色材料 朝着所谓 高质化材料的 研发适量产的 这样的一个研发中心 然后 当成一个hub在这里 然后在这边 它可以发展它新的技术 它可能在这里边 做一些制程的 做一个微调 它可能会产生新的 可能将来 会有很大的业务的 甚至 说不定Nike要买的是 谁要买的 这种东西 在这边 然后当它 这个 谈妥了 然后再去做 石化专区去做 这个量产 我想 这样子的话 这样的定位 那 同时 我们因为有一个 健康风险的一个基准 然后他必须要做 大幅的减量 我们才让他做这样的更新 慢慢的 其实对所有的居民是好的 不然的话 我们看不到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说不定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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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 你家 几家石化工厂 它就继续污染啊 然后呢 那个工厂 到最后它不能用才停止 它也不用投资啊 那污染还是继续保持那样的污染 那对我们的居民是没有帮助的 可是用这样的方式 他除了带来重要的工作机会以外 他也可以逐年逐步的让这里的整个的健康风险去降低 不知道 曾局长对我刚刚这样的构想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请曾局长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张议员 那个张议员这个问题真的是讲得非常深入 那 我讲几件事 第一个是 三月初那一个活动 我们知道 他们对外说明这件事我们知道 但他们没有邀请我们参加 他也没有邀请我呢 很尴尬的 他没有邀请我我也到呢 但是您是议员 这个真的确实是不同 我想说张议员一定知道 我们的状况 因为那个园区的主管机关是 广义来讲是我们的长官 这是中央的部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其实 其实我简单讲 我觉得我知道您的意见 其实是这样子 人大公业区原来是个特种公业区 它现在变乙种以后 差别在哪里 其实差别大致上来讲就是一项 就是聚合反应 没法做嘛 就关键在这边 好 那其实这牵涉到什么 您刚才讲的是一个 用一个框架来做好环境的管理 跟健康的管理 就是说比方说用健康风险评估 好 可是我们现在的相关 因为您也做过中央的副署长 所以您也清楚说 现在环保的东西是进出都管 就是你怎么做跟最后的结果他都管 所以就会造成 你如果要照您的方法来讲的话 那这个部分要有点调整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会是重点 所以它不会是经济主管机关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要建立起一个管制机制 这管制机制是不是管结果 不管中间的一些可能的做法 因为你开放让大家做更好的可能性 好 然后去找到更好的答案 可能在法规上会必须要 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我举一些例子 比方说现在在管环境 他用行业别在管 那行业别是到底哪个产业是低污染 哪个产业是高污染呢 其实完全看制程 不会是某一个产业就一定高污染 某一个产业一定低污染 那里面我这样讲一样是皮革 我如果做到最后是在做那边 车已经完成收成的皮 来做成皮包这件事 它可能也是皮革产业 或是皮包的产业 但是跟前面在制皮完全是两件事 制格完全是两件事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要想 其实这个就是下一个阶段 我们高质化能不能够在石化专区 行程之前开始做 坦白讲不要破题就在这里 就是你有没有一些量少的 真正要走向高质化的 但它又牵涉到有聚合反应的 能不能寻求一个共识来处理这件事 让石化产业走向高质化 它的量是少的排放是少的 可是单价是高的 要投入的研究人员是多的 员工的所得是比较高的 这种状况能不能够产生出来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 如果我们要推动这件事 我觉得有一些具体的案例 要伸出来 我也知道说这些厂商其实 有些东西很努力在做 比方说在聚品溪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可能就是车用的高级的材料 大家都试着在找出路 我想说这件事情是有共识的 那大家也知道说 要再增加排放是不可能的 其实在找解法 不过您应该举到那个 做生殖酒精来做材料的部分 我们都理解 可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共同来想一个事 就是说怎么解决这件事 因为石化产业很复杂 那不同的温度压力 然后不同的触媒 就产生不同的东西 那它是一长串的生产过程 我是认为说 当然高雄是个石化产业的重要都市 我们在这个部分 可能跟民众沟通的部分 我们要多花一点努力 但我觉得您提到 我从终端来管这件事 来建立一个人民的共识 我认为是一个好的努力的方向 是我想现在中央520之后 就是小英在执政 所以有很多在法令上 法规上或者跨部会 然后我们自己跨政府 从中央跟地方 其实要更细致的 因为产业的转型 没有这样细致的去看 其实实际的内容的时候 其那个转型 转型讲的都是空话 很可能在转型过程中 讲完之后 其实没有转型就死掉了 而且那个时机是很重要的 很多在这段时机如果没有 它就死了 所以真的 我非常期待 因为在这一两年 我非常的赞许你 因为其实你花了很多的精神 在很多的产业 去真正实际上去了解 那我也期待你 这个石化产业的 是高质化 然后低污染 这样的方式 我们对民众也是好 对高雄的产业竞争力也好 对高雄的就业机会也好 这是非常期待你能够 能够把这个部分 跟中央好好的把这个细节 去把它规划出来 张议员我也要扮认 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 对这个题很关心 这个如果只靠金发局 你签不过 因为这个题目真的非常非常大 这个需要大家一起来 现在环保署是李议员要当署长 应该也是很容易沟通的 还有一个副主委也很有名 好 谢谢 好 谢谢张峰腾议员的咨询 我们下一位请 郑光峰正议员咨询 咨询时间 二十分钟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财经的所有的官员 我们电视机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那我想我第一个议题先讲到 就是我们最近 我想我们高雄市的金发局 我觉得非常的额乐 特别是我们的处长 我很少额乐 不好意思 不过我觉得在这两年当中 我觉得把我们高雄市的 传统的市场 然后做一些整个活化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很好 做得非常好 那跟我们的预期还比较更快 那处长的沟通能力也很强 那这个是我们小港 这个地方的港新市场的一个传统市场 最近已经都拆完了 那拆完了 当然就要移交给我们的财政局 做保管未来做都市计划更新 那我想在这个 我现在要跟 我想很多的当地的民众 现在也在在场看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传统市场在这个地方 那这两边当然是过去 他们是套天的 赞助他只有地上权 那土地当然他不符合规定 早年有早年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所以他们在这一次的移交之后 他们也在澄清说 这些住户如果未来他们有地上权 是不是第一个问题 他有没有优先的成购权 优先的成购权 未来是不是财政局这边是不是提出来 还是金挖局 我并不清楚 那等一下看是哪个局来做一个回应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 当然整个社区的一个拥挤的程度 他们也希望能够做一个 未来做广场的用地 所以这两个议题 我想等一下是不是 我们看是财政局 还是局长来做一个回应一下 是不是我先把这样的议题先抛出来 这个是财政局的问题 还是金挖局能够去做 来局长是不是 好 检局长先回应好了 检局长 请检局长答复 对 谢谢主席 谢谢郑议员 那个如果金发局把这个市场拆完之后 交给我们财政局 当时他租给摊商的 是使用借贷的关系 是债权的关系 而不是像我们一般占有 公有土地是物权的关系 有那个什么承租权或者什么那个 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优先成购权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整个权力当然就交到我们财政局这边 那未来都市计划的 比如说他可能要 他要做住宅用地 完全是独发局来做决定吗 这个要看这块地 我们 因为这个 我想我们 但既然我们来跟我们承请 我们要跟相关东西做具体的建议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交接 局长先好不好 好 郑局长来回应一下 不好意思 那个第一个就是跟摊商的关系 事实上如 那个检局长所讲 其实 我们已经完成退场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 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那现在就是 我知道说 那个政议员的意见是两个嘛 就是这个六百坪的地 现在拆掉了要干嘛 对 有一部分是 临近的住宅 他有一些需要 他只有地上去 对 他需要 他有这些部分的需要 那但是他是公用 现在是公用 是室友的公用用地 他除非都市计划变更把它变掉 变成其他的使用项目 然后变成非公用 那当然这六百坪怎么样来切 要跟都法局来商量 但因为有些已经存在了 存在的部分 都法局会不会尊重 他既有的存在的状况 然后一方面是不是 局长时间的关系是 在这个都市计划的过程当中 是我们的精华局 市长管理处 有可以参与意见 还是完全就是都市计划 他们委员 来做这样的一个 精华局是委员之一 精华局是督委会的委员之一 所以程序上现在还没有启动就对了 是 目前还没有 对 好 对那如果要做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是通盘 他不会是通盘監討 对他不会是通盘監討 那如果是各变的话 应该是我 可能要精华局提 那当然精华局提 提出说他部分是做来用地 我来跟都法局商量看看好不好 因为这个到底行或不行 我想时间的关系就是下 那再请处长来跟我做一下 我们再做一些具体的建议 然后再找都法局来做一些协商 好吧 好 OK 请坐 谢谢 另外我想跟我们的精华局长来做一下建议 因为我们最近当然也有厂商 像我们最近核花工业区 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开发 对那种低污染的产业 为了大概这一块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很好 但是我发觉很多现在既有的高雄市的产业 譬如说食品业者 像我的好朋友他是四海豆浆的老板 他们有很多通路 他们想要做 他们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食品的中央厨房 可是他找这个工业地 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食品不见得毛利这么高 那还有第二个是货柜的业者 所有高雄市的货柜业者 我们既是一定必要存在的 我们在中工业区 我们的高雄市的业者 所有现在放置货柜的这样的土地 都几乎居然 几乎都是真的是为法 我只能这样说 都是在这个法律边缘 但是我们现况的土地 都不利于给他们很 就是说我们只能言而道理 没人去减乎就好 你说真的减乎 这些货柜的业者 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 那我要跟这些业者 澄清的意思是跟局长说 我们当然荷花 它是一个低污染的一个工业区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不过在现有的 现有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业者当中 我也希望说局长 我感觉你是我看我这几家里面 做最多的事情 而且规划非常好 我觉得在这样的业者 你希望可以把它集中起来 因为很多像那个什么 好多那个食品业者来说 哇 去用减乎 他们有什么味 其实我跟局长这 跟你说 他们都还是出在成本上 我们如果能够像荷花 这样的一个规划出一个很具体 而且比较成本比较低的 让这些业者能够很充容 去准备这样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 对他们的发展 特别对我们高雄市的这样的一个 食品业者或者是货柜业者 他们是非常正面发展的 所有在台湾里面 所以这些业者 我跟局长讲 这些业者几乎 他们都是还是都游走在法律边 我觉得在现况里面 我们应该 合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sample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这些很多 包括很多北部的业者来进驻也好 不过现况 像货柜者你可以去调查 几乎 因为现在台塘的地价 我们都给他们提款了 大家资金挨挨挨挨 这些何去何从 他们只能 好像去做这个行业 去做那样 一个很光明正大的 一个必然的业 的一个产业 它虽然 它是真的很需要 这样的我们市政府 特别帮它找这些 真的适合土地 如果没有 我们也希望去修法 它只能停车 又不能恐慌 放回归 这是什么道理 所以局长 我特别要跟你 跟你建立是说 现有的我先讲两个这个例子 当然还有可能有其他产业 我接触到这两个业者 他们的痛 我觉得你有必要 像从荷花这样的出口 你不见得都全部它用得到 我们再找几块地 只要适合他们的低成本的土地 给它建造会 我觉得在我们 就用这个土地的成本 我们让这些业者 好好地去 真的是良性地发展 不要说 他们就来找 走来走去 堵到出品到肉 大家减几来减几去 这个社会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好的循环 所以局长 我们对你有期待是说 把这样的一个 类似合法工业区 这样的一个规划 我希望有些像食品业者 货柜业者 他们能够有一个未来 他们不用找到 这样买死买 还找到走到 还不得去用控制吗 我觉得我们政府有必要 让他们这样的很安然的 很安心的 让这些货柜业者 有个地方去让他去做 现在很多 真的高雄市 这块非常地严重 这块我想 我在这里先提出来 未来我想 我们有私下来做一些探讨 那请下一张 这张是我想是 我最近有一些 一个服务案件 那我非常感谢 我们财政局长 在我们的朋友里面 因为当初他被 健保局设定之后 他能够很 去提出来 让他民国四十几年 五十几年 他的地上卷可以来 不过现在我发觉 这根绝的问题 我把这一两年发觉的 我马来提出来做一些检讨 我想局长 这个是我刚好去把 这样的资料 马来调出来 我们先把现况是怎样 就是我们在同样在前证旧部落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有三块地 那这三块地的定价是我们的 应该是叫做建价委员会 来做提出来的每瓶多少钱 那当然最后都没有成交 地价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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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 在在财政局我想这个是非常 很敏感 不过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这个定价 既然没人买代表它是比较贵 既然他申请代表他有议员 有议员想要买 当然他要不想要买 有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项应该就是感觉贵 那当然 大家来给他定价感觉 说那是相贵 包括之前我们的 有一个庙 我想 我想这当中 我们跟 我跟局长这边关系有一阵很紧张 都为了这个价钱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价钱多少 是这个委员会来定价 我们无可否认这个这个委员会 但是局长我把这个委员会 我跟你调出来 太多了 局长太多了 无济于事 我举例好 我先问一下高营董事长 不好意思 局长 董事长我给你问一下 今天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要去 银行要去建价一个 房子一个大楼 我们谁要去做建价 局长 董事长不好意思 你现在董事长 我们自己去吧 什么人要去建价 我们 我们银行里面有建价 应该有建价单位 对不对 因为他最来行 说这附金 我要代你多少钱 我真清楚 这如果说 价格签我一千 我可能代你六百万 我要跟议员报告 我们银行去建价是 因为我们银行业务的需要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去建价 可是照现在规定价值要买卖的建价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大概不能相提并论 我知道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 你要台湾多少钱 当然我还要知道我这个银行业务的多少 的时候局长 你感觉说 他买买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银行代表 银行最了解价格的啊 所以为什么没有银行代表 就很清楚 第一个银行 找银行嘛 第二个地政局 地政局 我们上次 这些所有 我们把这些相关建筑的业务 都积积来来做建价 意义是什么 局长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这个意义是什么 最后的结论是 把这个价钱 到好像你觉得很合理 最后结论是人不不买 我们不用去议设立场 我们也没有想去干涉 你的委员会到底定下 我们只希望说 他能够顺利 让他们要去申请的人成交而已嘛 是这样而已嘛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制度面里面 就让你再思考一下 下一届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不用在那么大过犯 这你大过犯 又整个制作会 有建筑的 我觉得不动产 估计要是这个需要 地政局那边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地政局那边干什么 因为 那些市场 附近的清高级多少 第一 这半斤的多少 第二斤 你如果就三斤来 差别多少了啦 务实一点 我希望能够务实一点 让人家觉得说 他买的时候 他感觉很务实 大家去买这个土地一百 人家说三十万好了 最后一定不可能三十万会成交嘛 不可能 自己定格都定比较高 才会成交一定三十万以下 哪里都一样的一个 所以局长 我不是要批评说这个 我们希望能够去通办检讨 到底这些委员会 有没有存在这么多背景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个检讨 因为他们来跟我签计 我想这个例子是在前政旧部落 这最近的例子而已 这个部落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实际去访查一下也好 是不是他们定价是合不合理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既然他们那边地方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调出来的确那三个地幕 那个三个地幕 定价出来没人买 没人买 没人买 觉得要稍贵 那所以我在想说 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面 你的定价里面 是不是有偏颇 跟比原来的市场的机制里面更高 局长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请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郑议员 没有错了 这不是建价 我要说明 这是审议 就是估价师估出来之后 提到这个审议委员会来审议 那当然代表性还蛮多 多远的 这个委员会 这个会是9到11个啦 9到11个啦 那你刚刚讲说有银行的代表没有 有 有一个 有一个银行的代表啦 也就是观点就是诚如你说的 就是他们就银行的角度认为这个资产到底值多少 那刚刚郑议员所提的这些意见 没有错啦 我们坦白讲 我很坦诚跟你报告啦 我们这个审议后来的结果到最后的成交率啦 就来购买的也不是百分之百啦 有的人还是会嫌太贵没有过来买 那我们愿意照你的意见来检讨看看 局长那个我是不是问一下科长 就是去年度整年度提出来我们建价 就委员建价出来成交率 成交率是多少 科长知道吗 科长 我也问一下这个数据 好 旅科长谢谢 那个甄理员去年我们总共那个案件数的话 是成交一半50% 还是 50% 那我讲了 我们前证这个地方特别草芽这个地方 当然我之前没有跟你要这个资料 就是把这个资料 调出来 前证这个地方就是草芽新草芽 这个地方申请的 有买的 这个比例你再资料给我 像这三块 就都没人买啊 没人买 我们基里有什么买 觉得说这个可以买 那我们就是再来调整看看嘛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吧 因为没有人能够去干涉这个价钱 我们只是务实说 我们怎么样去符合民众的要求 他们的要求而已 我觉得这不为过啊 好旅客是不是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是觉得在这个委员 在建价的过程当中或审议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有一些机制里面做一些修正 在下次的委员里面 我们觉得这个大过犯 他只是一个形式 但是一点有时候只会给拐而已啊 好请坐 另外另外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那个检局长 那个我们最近那个新草的知识条例当然也过了 那我们上次就是提起说 我们在土地还有房价 那土地内它只能七年嘛 那大家不知道说啊我就是申请 就会把它绑成跟房子一样二十年 我想这个讯息里面好多几乎每个人都来问我这个讯息 到底你们在这个地方怎么去说这个缩帖 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们是不是有必要在 你们是谁在进驻这个前证区公所 或者在缩点上 是不是很明确在医师厅里面可以再具体讲一下 好 呃 谢谢郑议员 我想 原来 土地的贷款 在银行的 我们高雄银行也在这边 大概是七年的期限 那为了当地 这个民众的需求 我们只要啊只要就是来乘购的这些啊我们的市民 他只要愿意承诺说他买了之后五年内 五年内他会盖房子 我们就会转为二十年的啊房屋贷款 啊 这这个讯息在我们董事会已经通过了 啊通过之后这个要点 我们会请我们同仁在广委宣传 局长因为现况应该是这样说的 那当然银行我觉得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无可后悔 那我的意思是说 在财政局的立场的政策里面 几乎每个新草芽现况 他已经既有的房子不可能 几乎很多都不太可能是五年内要去做更翻修 那所以你要把牌尾七年把牌做兵器的当 反而他实际上的问题就会发生 所以他们在跟我承请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贷款过程中他就会觉得 他还是觉得是七年 发生七年 那当然因为我一直觉得银行有他的立场 但是政策上是财政局这里 他们银行可以这样的态度是来表达说 你就要去翻修 但是他现在的房子 不可能是五年会翻修 所以这点来说 在这细节上几乎有一半以上 不可能会翻修 除了他买那个 他的堆真的是落地 他本身地上没有土地这样以外 其他几乎都是不可能在五年内 他要愿意去再去家 这个我跟郑议员说明 其实我们财政局的目的 除了卖这个土地只是前半段 我们重点也就是市府的政策 就是希望他们这些没有依照建筑法规定的 这个能够改建变成合法 把这个地方把它整个更新 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我知道这个原理 当然还有很多 当然现况 局长现况是因为在当地的民众里面 你讲的我知道 就是我们希望麒麟地能够赶快活化 大家整并起来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益 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利益 我们有很多几乎都是 他有达到建筑的标准 他现况他已经超过这个建筑的 建管处的规定 所以他买地上卷 他不可能在五年内去做这样的 反而这一块是会影响到这一块 这一块反而不少 麒麟地反而是少 所以是不是现况这边有一些修正 我对高颖这边我没有意见 因为他是他们银行里面有他的立场 但是在政策上怎么样去做协调 我想有基金来做这样的一个补助也好 或怎么样去做一个协商 这点我感觉是不是来做一些修正 因为他们几乎有一半以上 几乎因为这个七年二十年 对他们来讲裹足不浅 裹足不浅 这一块他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一块 因为他们真的七年 对来说我刚开始要拿这笔钱的时候 我没可能会再去翻修 居然这一块我想要跟你再具体讨论 因为这一块是我觉得是很 对他们来很棘手的问题 我们希望这个条例的通过 能够距离更多的人来做个参与 好不好 好 谢谢 主席多谢 谢谢 好 谢谢郑光峰 郑英元的直询 我们上午直询到此结束 我们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 上会 再给你再进一块 进一块 这一块 我被你照过的 好 谢谢 My God 我们下午三点半继续开会 也这样说 可 nered能够开会 我们下午六点半继续开会 我一直在我们下午三点半继续开会 后他们明白 感谢观看